拒绝拥抱,赛后哈登脱掉球衣直接走回更衣室,比起KD他更想念保罗,北京时间5月29日,火箭主场迎战勇士,比赛一上来,犯规不断,上一场表现出色的汤神,三分钟三范下场,勇士一下子就慌了,杜兰特连续拔球都不进,此外由于汤神不在,勇士外线就两个有三分射程, 他们采取无限包夹库里的策略收到奇效,格林被放空5米,还是不进,防守端,格林完全在梦游,丢了大量的前场篮板球,此外,德安东尼加大轮换,突然换上全射手阵容,让哈登去突破,一下子将分叉拉开到两位数,进入下半场,一边再战,火箭三分球突然失准,连续投丢27记三分,好多都是空位, 就是不中,无奈之下德安东尼想和上半场一样,换上安德森,派上全射手阵容,结果,库里开始针对安德森,连续标中三分,尼克扬杜兰特也紧上天花标中三分,一波流直接将分叉反超, 从此,火箭犹如失了神一样,无力将分叉追进,最终,用势力101比92击败火箭,和骑士连续第四年会诗总决赛,值得注意的是,拒绝拥抱,赛后哈登脱掉球衣直接走回更衣室, 比起KD他更想念保罗在第四节还剩三分多中的时候,哈登单挑格林标中高难度进球,之后哈登突破禁区,往外线分球直接失误,格林快攻打进,分叉再次回到11分, 反过头来,哈登空切扣篮,随后突破上篮分叉,小到7分,不过,时间已经不够了,而且三分还是不开,遗憾输球,在最后还剩几秒钟的时候,库里持球耗光时间,卡佩拉已经开始和他拥抱祝福,镜头立马给到球员通道,哈登已经脱掉球衣走回更衣室了, 不得不说,这场比赛火箭在下半场的表现,可所谓让人北一所思,第三节连续十四季三分不中,就是这样还继续投,如果保罗在,他们会是另一种打法,他既可以中投,又可以突破,和勇士拼个人能力,打巨星球,可是,下半场,哈登被完全针对的情况下,只能一连串强投,加上勇士加强对篮板球的保护, 打快攻反击,分差瞬间被反超,赛后,德安东尼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们什么都做得很好,就是投篮不如他们,当他们打出高潮,我们必须投进三分,但我们没有做到,就像人们说的,这就是投进或投丢的联盟,他们投进了,我们投丢了。